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来学习神经系统对知识或躯体运动的调节 这张经的内容很难啊对大家来说很难但是又很难记 他不是每年考但是偶尔会考到基本上每隔一年会 考一两个试题吧基本上都这样个频率 好了 职业医师要去掌握的内容和助理医师要去掌握的内容也很多 包括急修课 吸水的知识缓食调节 低位脑干小脑 心理神经节与大脑皮层的运动的调节功能 所以这个内容很多有难理解啊大家过去听 第一个大家要掌握的是急水修课 急修课这大家什么 并不是并不是很熟悉 所以在考试后万一考的这个东西容易丢分 什么叫急修课 急修课这些上次刚开始出现啊出现在我们动物实验之中 最后在临床上观察临床观察也有这种急修课表现 他什么叫急修课 那么当人和动物的急修在给予高位中枢离诞之后 怀世的活动展示上是进入无反应的状态叫做啊 急修修课什么意思 急修 急修他这个低位中枢 高位中枢 什么高位中枢你看看 哎 你看我们大脑皮层 这就是高位中枢 就是平时的时候急修是时候给高位中枢这些大脑皮层控制 当我把你离断急修跟高位中枢我就是大脑皮层给离断 那么你看看离断之后那么 这个动物还受不受这个高位中枢的控制就不受 那么他的环色活动就暂时丧失了 就是平时你的急修的活动是在高位中枢的统治之下 那么我给你高位中枢一断了你没有高位中枢来统治了那么这是个环色活动就暂时丧失 进入无反应的状态那么就像修课一样我就叫做急修课 那么急修跟高位中枢在恒担在一般在动物世界的时候什么地方恒担呢大家看看在什么地方恒担 急五 难道急六急七急八不行呢 难道急一急二急三不行呢 哎为什么是急五 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没有 因为我们的急四是一事 那么所以隔身支配的是隔击 隔身应支配的隔击 假如我在的 警四以上里面急一急二急三 咔嚓一弹淡了 那么他因为 C四之为的是隔击 那么没有隔击隔击的运动 那么这个这个动物就是什么 哎 腹肌受疑停了就是腹肌受疑就死掉了 所以 我们做这个急动物 急水修科的这种急实验的急动物 一般在C5以下 给他离断 那么一般 我们要求的是C5 所以离断的部位为什么在C5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急五啊 急水的急五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在紧一急二急三急四 这里一直离断 隔击不能运动 这个动物就呼吸住停就死掉了 所以我们一般在C5的这个地方离断 所以这个就是他定义的来源 好他有什么临床表现 也就是在我在把这个动物啊 在C5这个地方把急水跟高位重视给离断了 他有什么你表现呢 哎他想都想得到 恒蛋面以上你在C5以下的这些部位 急水 所支配的躯肝内脏活动的这些款式活动全部都被什么消失了 哎修科嘛修科就是能修科吧 所以 急水在离蛋的这个部件C5以下的这种躯体活动 内脏活动 反射活动全部 消失 所以就表现为急紧张减弱 外周血管呢 哎扩张了 血压就降低了 为什么外周血管扩张 因为平常的外周血管都已有一个什么 哎经商心理紧张活动 那么我给这个急水很 吹事物的地方也很大 你还以为这个反射活动没有了 没有了血管就是靠他自己弹性就扩张了 血管一扩张血管容量也增大 血管的容器这个管阶增大 而血量每次相应的增加 当然血就会下降 好了由于你C5以下恒弹了 那么华汉反射还有没有 没有华汉反射消失了 好了由于尿变排出的时候需要什么 低位积水的 中枢的支配 所以这个是个 吊变缓色已消失 排便排掉缓色消失 所以 小便排不出去 尿处流 大便排不出去 粪处流 所以尿粪处流 因此这个临床表现 大家给他记一下 好了大家注意了 假如这个积水休克我们刚才说了 在C5的地方给他离断 离断的这个由于他腹肌还保存 那么动物一般会不会马上死掉 一般不会马上死掉 越简单的动物越不会马上死掉 所以他不会马上死掉 他就会恢复了 当急修和过去之后 就你这个造出这个急修和过去之后 那么他可以慢慢慢慢的恢复 就是就是这个动物不死掉 对人来说呢人主要生病了 生病之后他主要也不死掉 他会慢慢慢慢的恢复 那么急修和发生恶 怎么样的 循度 循序来恢复 以脊髓为基本 为基本中枢的这些反射活动 可以不同程度的来恢复 也就是说有一些是低位积水的 你比如说我们排便排量反射 都是腰滴水 他自己积水有反射中心的 他虽然平时受着高位充实控制 但是高位充实也跟你一断了 我高位充实不管你了 那么你肯定要自己独立 自己独立了之后 他可能慢慢恢复 那么这个恢复的程度 和哪个先恢复哪个慢慢恢复 主要跟动物的进化程度有关系 跟种类有关系 越简单的动物 越简单的生物 越简单的动物 那么恢复的比较快 越 复杂的动物 因为人 恢复就慢 为什么 人 平常的活动 平常的反射活动 都受到高位充实的消息 而 这些简单的动物呢 它是什么 很多就是低位充实 积水来控制 所以即使 积水休克之后 越简单的动物恢复的越快 越复杂的动物 越高等的动物恢复的越慢 你比如蛙青蛙 那是比较简单的动物吧 积水离单之后 几分钟就开始恢复了 所以你个青蛙给它积水 搞成积动物 怎么样 几分钟就开始反射 就给我恢复了 狗 比青蛙要高等 几天之后 这些积法车就给我恢复 人呢 那是最高等的动物 所以 可以瘦周瘦月才恢复 所以当积水休克之后 你比如说积水游单的 一旦的省上 几五几六几七 一旦的省上 刚开始积水休克 等它过了半年 它慢慢慢慢的恢复了 尿变怀色排汗怀色 慢慢慢慢恢复了 所以它恢复的就慢 为什么 因为高等动物 平时受高位中猪来控制 当你积水滑身的时候 所以它恢复的时候 相当相当的慢 好了整个积水 之后的这些反射活动 恢复有先有后 有快有慢 越是原始的反射 恢复的越早 越是复杂的反射 恢复的越慢 要变反射 一般来说恢复的很晚 你比如越是简单的反射 趋极反射 建反射 这也没有 受到高位中枢的完全控制 平时 那么这也比较 恢复的比较早 比较复杂的反射 对策 生肢反射 或者稍把反射 那么恢复的比较晚 反射恢复了之后 血压在慢慢慢慢的飞升 原来有血压降低吗 这是个血压慢慢的飞升 原来有尿变出流 那么这是个尿变反射 有所恢复 所以这个就是急水修课 积极恢复啊 积水修课 积极恢复 这个在研究生考过 你们还没考过 所以希望大家引起注意啊 好了 这就是研究生 原来考过的试题 大家看 急水 凶弹急水 在急修课过去之后 排便功能障碍 主要表现为什么 大家注意了 主要表现什么 当急修课过去以后 表现了什么 我们跟大家说过急修课的当时 那么尿变反射 应该是尿出流 粪出流 是不是 哎急修课 假如华生不是过去 是华生正当时 华生死 那么他表现了什么 尿出流 粪出流 当他过去之后呢 过去之后就恢复状态 那么他就表现了什么 尿死清 所以 大家注意再注意啊 一定不要把这个东西 打成 达成什么尿出流了 所以这个应该是吗 极修个华生死 假如我这个题目改一下极修个 极修个华生死 那么排尿 华生障碍 常常表现了什么 尿出流 极修个过去之后 这是指极修个恢复之后 那么他就表现为尿死劲 所以这个题正确答案打 A 像这种题目啊大家注意稍微是你不注意 那么你就觉得要打掉出流了 其实上这个题应该打尿死劲 所以正确答案为A 当然这个答案想中还没有尿出流 假如叫我出题目 我肯定搞个尿出流 那么你错误的更 错误 打错误打一下 这种同学更多了 是不是 好了 这也是研究人考过的一个试题 大家再继续看啊 极水修克 过后 极水反射 恢复的特征 极水修个过后什么意思 极修个已经完成了 然后在这恢复过程也就是极修个 幻色恢复的特征是什么 但A 低等动物的反射快 恢复快 我们刚才说了 越高等的 越恢复慢 越低等的 反射 越低等的动物 反射恢复越快 所以这个 答案正确的 人类不能恢复我刚才说了 极水修克之后 人类可以恢复恢复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的受诸到受约才能恢复 假如不能恢复你看看 这个极水 紧溜省上了 哎 省上了就解探了 难道他完全不能恢复吗 那完全不能恢复这不终身就 他 他在床上终身就死掉了 所以 大家什么要注意 人类可以恢复 如果恢复的比较慢 一般要受诸 受约才能恢复 所以笔相不正确啊 谁想啊 曲级反射 这叫比较简单的反射恢复性比较快 所以谁正确的 华汉反射增强 华汉反射 在集水修克的时候是什么 是消失 恢复的时候呢 当然是增强 才恢复 所以底相也正确 因此正确答案应该是 ACD 是不是 好 这个就叫ACD了 像这种积木啊 这是特别的第四项 华汉反射增强 这是你们教杂上没讲到过的啊 教杂上第 第一板教杂上 我们学第一板教杂上84年83年 学第一板教杂上 专门讲的这个问题 八九板教杂已经给这东西删掉了 好我们再来学习 集水对知识的调节 集水对知识的调节主要是表现为 谷歌机的牵扎反射 那么它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叫牵扎反射 是谷歌机收到外里的牵扎之后引起收牵扎的同一肌肉收缩 什么意思 哎 我这边要给你这个手啊牵一下外里的牵一下 你看收牵扎的肌肉你是不是收缩了 你不收缩不收缩不像个死人一样 你想牵扎而去我牵扎而去啊是不是 所以它这是个保护机制 是不是 好了整个牵扎反射会有两大类 一大类是剑反射 一大类是去紧张 剑反射大家比较明确了是不是 哎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剑反射 拿这个扣子就扣了一下 哎股市的肌肌肩你腿就挑起来了哎大家看看这个剑反射你看看是不是 拿个扣子腿扣一下 哎你的小腿就伸直了是不是 好 大家再看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大家看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看 拿着小腿这个扣子腿把这个膝关节 的股市秀器的这个扔在啊大家注意敲一下 敲一下的目的是干什么 敲一下的目的是支配的呃 刺激他的感受器这个感受器 叫什么等一会儿我要跟他讲的叫做基缩啊 这个基缩这个感受器一受刺激 大家看看这这一受刺激啊这个 动画说的这个你看一受刺激 你看看像新天图的这些东西这什么东西这比较基缩 受刺激之后产生动作电位 这个动作电位这个纯金冲动就上哪儿啊向中枢进行传达 所以他的感受器是基缩 那么基缩这个感受器一定要传入神经 这就传入神经 传入神经到哪儿叫中枢 这个低级中枢在哪儿啊在基缩前脚的运动神经员 所以这就中枢然后应该传出神经传出来 到这个肌肉骨湿豆鸡 人体骨湿豆鸡收缩 然后 习惯就生殖了 这就他的 激情 见怀色 的生理机制 好了大家看看呢 基缩 受刺激之后产生动作电位 这个动作电位啊大家看看远中传入神经向 中枢传达 来大家看这种话是不是 好 传道到中枢来了 中枢在花生那个冲突 发这个冲突经过什么 传除神经员 阿尔巴运动神经员是阿尔巴运动神经员兴奋 兴奋了之后 使股势头肌收缩 习惯节就生殖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渐缓色 大家再看一遍 拿这个扣诊扣一下刺激急缩吸缩产生 哎大家看看 其实说产生冲动员从传入神经到低位中枢 传入神经到低位中枢低位中枢发生个什么 啊 冲动 引起阿尔巴运动神经员兴奋 那么这个兴奋又传导到啊大家看看 股势头肌的肌肉 肌肉收缩引起 习惯节生殖 这就称为 剑怀色 这个剑怀色就这样来的 好了第1个千斩怀色第1个是剑怀色 第2个呢第2个形式就激紧张 什么叫激紧张 大家看看这条狗啊让他划站 然后沿着个水利灯子划站 哎他就维持这种激紧张 当然我们人类也要发展的了 又让你小朋友不听话 哎老师就要他面强思过 就是背着的墙 发展 那就点心的激紧张为什么你要保持这个知识 哎一直保持这个知识维持这个知识 又不能动 所以这时候就在激紧张 因此大家注意了啊 千张缓射 尤其是我们这种激紧张你看看 想想这个激紧张这点狗啊这点滑站 那么他主要的干什么维持知识 就是维持你的知识 战利知识啊 这就维持知识 所以千张缓射尤其是激紧张主要的意义 就是维持肢体的战利知识 激紧张是维持知识最基本的缓射活动 为什么 因为知识 是一般的不关于人狗 战利未必要多些 所以大家维持这个知识 是最基本的缓射活动 是知识缓射的基础 你要随便你搞什么东西都必须有激紧张 好了升级缓射取机缓射都有千张缓射 但是也升级缓射为主为什么 因为升级缓射是抗中立机 所以大家什么要搞清楚了 第一 维持知识的缓射最基本活动是什么要你打 激紧张 知识缓射的基础是什么 激紧张 千张缓射 生理意义是什么 维持站立知识 激紧张的 生理意义是什么 维持站立知识 这些都是参考点 所以希望大家 把这些参考点 常常搞清楚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千张缓射的临床意义第一 辅助健康奇兵 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健缓射比较熟悉 在临床都做过 就是辅助健康奇兵 所以 常常就有这个健缓射 拿个扣筋 敲一枪 来 看你的神经系统有没有省上 假如这个健缓射减入或者消失 那么体质是缓射或损害了或中断了 假如这个健缓射抗净了 那么体质上位中枢 上位中枢 常常有病别 导致的一个上位神经系统的瘫痪 是不是 所以千张缓射 那么特别是健缓射 可以利用中枢系统疾病 的诊断 就这个道理啊神医心统疾病的神当 好了这是千张缓射凝创意 好大家在这看看健缓射或西级紧张 有什么必要 就是我跟大家讲一上面这个表格啊 现在我刚才大致都跟大家讲过 这是个再跟大家 原来这个表格的思路 再讲一讲 健缓射 它是快速的千达其间 化成千张缓射 那么激紧张呢 当然是缓慢了 这个是快速了 为什么快速 我扣子就瞧你一下 就那么0.1秒是不是 所以快速的千达其间 化成千张缓射 那么激紧张呢 腰里滑着滑个两个小时 四个小时 那么就缓慢的 千达其间化成千张缓射 那么 肩缓射常常有动作 腿要伸直 所以要动态千张缓射 激紧张成站在这不动 滑站 那么 往往是静态 因此叫静态千张缓射 那么 由于这个千缓射有动作 所以叫做胃向 千张缓射也称为 那么激紧张呢 由于站在这不动 那么只是激紧张 所以要紧张性千张缓射 那么 肩缓射 我给你扣整嘴 给你个刺激 那么你受其他的肌肉 马上就收缩 产生动作 这是快肌线射是他的效应器 人质肌肉是快速收缩 什么叫激紧张呢 首先他的肌肉 我叫你发展 一直站到这里 不动 所以首先他的肌肉是紧张的收缩 阻止被拉长 所以这两个两个不一样的 但是感受器都是一样的 都是激索 只不过效应器 一个是慢肌线射 一个是快肌线射 快肌线射 渐缓射 慢肌线射 激紧张 所以这两个感受器都是激索 但是 显性的效应不同 就是因为他的效应器不同 我们再继续看 他的效应器 一个是快肌线射 渐缓射 当然他会引起快速的动作 一个是慢肌线射 所以当然他就是这么缓慢缓慢的收缩 那么维持这个姿势 他收缩的特点 肌线射我给你敲一下肌肉 这块肌线射为 同步性的收缩 产生个明显的动作 那么小腿伸直 那么但是不能持久 容易疲劳 你比如说我这个肌线射 我敲你一次 你收一次 我再敲你一次 收一次 再敲第三次 你说不定不收了 我拼命跳下去敲一百次 那你都麻木了 没有反应了 所以 这种肌线射由于有动作 他一般不能持久 所以你做的多的时候 一般越来越引不出来了 这个肌线射 很多同学 在时间级能考试的时候 考生这些腹节 敲了第1次 敲第2次 交第3次 还敲什么呢 你跟别人腿都这么敲肿的 也没出来 为什么 他容易疲劳 你连续敲的时候 他不能连续 预患一面是肾腿 所以不论持久进行 你应该是检查的时候 一定要敲准 敲到冰骨的下方 冰人带上面 那么给他的刺激最大 那么一次出现 OK了 这就是肩盘射 那么肌紧张呢 肌肉是脚体性的收缩 你像个腿 左腿 右腿 肌纤维之间有不同的肌纤维 那么都是脚体的收缩 保持这个站姿不动 所以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所说的 肌紧张 那么能够直接的进行 薄衣疲劳 可以划站划几个小时 都可以 他没有明显的动作 就站在这一动不动 好了 环射的内心 一个单头组环射 一个多头组环射 为什么这样 见环射你看 我一敲 一秒钟就出来了 来不及 有几个头组吗 是不是 他肯定单头组环射 很快就 OK了 肌紧张呢 缓慢进行的 是多头组进行的 所以一个单头组 一个多头组 那么一个临床异议 那么这见环射常常用于疾病的诊断 包括吸环射跟肌环射 周环射 常常用于什么 疾病的诊断 就是中式生育性的疾病的诊断 那么 记忆紧张呢 主要是维持支持 刚才我说了 知识也维持滑站 那么 典型的记忆紧张 就OK了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你一年这个试题 这个试题比较简单 他说维持自己 维持具体支持 最基本的滑站活动 是什么 激紧张 刚才说了啊 这是签 张缓设的 一项 激紧张 你再次不到 你就想一想这个狗 我每年就要他什么 看着这个狗 他就想一想 这就是典型的激紧张滑站 好了 答案就是D 这就是维持支持 说 这狗的站立位支持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你三年这个试题 给大家看看 快速牵达肌肉是 化身力牵达肌肉是什么 哎 大家想一想 快速牵达肌肉 我用扣整人把那个冰人带扣一下 快速的引起 股丝头肌收缩股丝肌收缩小腿生殖 这就是 哎 健化色 你想想他化身效应是什么 受牵达肌肉收缩嘛 是不是 不收缩怎么又股丝头肌收缩之后 导致下肢 下肢生殖了 所以正确答案为 给了个刺激 受牵达肌肉化身收缩 其他就是考虑牵达肌肉化身的第一 牵达肌肉化身的第一就是这样第一的嘛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牵达肌肉化身的另一种感受器 叫健器官 我刚才说了无论是肌 肌紧张 还是 健化身 那么他的感受器都有一个 都是基础 那么除了基础之外 还有其他的感受器呢 有的 哎 健器官 所以这是牵达肌肉化身的另外一个感受器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在轻轻的牵达你的胳膊牵达一下 你马上就轻轻的收缩 不让你牵达 哎就像那好大个子吗 哎 小女孩一样 哎一个男人牵达手 他看他修饰 轻轻的胳膊这样 收缩一下 这就是牵达肌肉化身 你把他想起来 假如我这个男人继续猛的还要牵达他一下 哎他让不让你牵达 不让你牵 你牵我干什么呀 是不是 哎他竹子里 被牵达 竹子里牵达 肌肉被拉长 这是什么 这就是缓千张反射 那么这个感受器跟刚才的这个感受器不一样的 前面那个千张反射的感受器是脊梭 后面这个 千张感受器 后面这个缓 千张感受器 那么他的感受器是什么 是肩气管 所以两者不一样 在这部位不一样啊 大家看看肌缩在哪儿啊 肌缩肌缩在肌肉中间 哎肌缩有很多 一条一条一条的 他假如这个肌缩 这是个肌缩 你看看跟你并脸的 哎在肌缩中间长的 都是从上上下长的 那么 这就是肌缩 所以肌缩这个你看看 这是他的感受器 常常跟你的肌肉并脸的 索外肌并脸 在你的索外肌中间 跟你索外肌一个方向长的 所以他感受的是你肌纤维的长度 你肌纤维的长度有变化 那么他就 他就有感受 你比如说我签了你一下 你看看你肌纤维是不是变长了 变长了我就说 竹子就变长了 所以我就缠成个千张反射 好了肌气管呢 不在 不在索外肌 在哪儿大家看看 在肌肉 跟你肌腱之间 肌肉大家很明显吗 那么每个肌肉的两头就有肌腱 他在肌肉跟肌肌之间这个结头出不不位 他妈以索外肌是串联的 你看看这是索外肌肌肉 那么以索外肌是串联的 是不是 所以肌气管以索外肌串联 串联 他不能感受 肌纤维的长度 为什么 他根本不在你这个肌纤维里面 他怎么感受你 他感受你什么 肌上你的变化 你签上的很厉害 我这个肌肉一收缩 肌上你很大 是不是 那么感受这个 肌上你 所以它是张力感受器 肌上感受力是肌线维的长度 它叫长度感受器 肌上感受力是肌张力的 张力它是一种张力感受器 所以这两个感受器是不一样的 好了大家再注意了 我们这种肌张力 这种肌的变化 是这么什么来举行的 你比如说这个人 我给你外来 给你个肌 外力 给你个刺激 刺激你这个肌纤维 那么你这个肌纤维就马上 像怀孕怀孕一样 自己收缩一样 这就是第一个 叫 千张缓射 假如我继续用很大的力量 千张力量加大 那么肌器官 你看 既然你知道了 肌器官就兴奋了 移植你这个千张缓射 那么叫做缓千张缓射 由于大家在这个地方啊 不要紧大家掌握得这么精确 我就没有跟大家提出缓 千张缓射这个概念 其实他们说完还讲了 叫缓千张缓射 这个东西 它就避免肌肉被过了的拉长拉长的受损 所以一般就两次 轻轻的拉 产生 激缩感受器 在这个长度变化 产生 要么是 渐缓射 要么是肌精张 假如萌到的 继续拉 那么 它就避免的比较长 肌器官就兴奋 哎 这就是 它一直的千张缓射 所以叫缓 千张缓射 因此 激缩跟肌器官 产生的这两个 千张缓射 相反的 一个叫千张缓射 一个缓 千张缓射 所以它的作用 那么激缩 传染这个冲动 是引起α成绩 运动成绩员形成 兴奋效益 缓射 肌器官呢 使你支配肌肉的α成绩员形成 一致作用 你不要再收缩了 再收缩了 你这个肌肉都 水伤了 要崩蛋了 起这个作用 所以这个激缩跟肌器官 趋拼 趋也就去了这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5年 就考了这个词题 大家看看 用力千拉肌肉 激张力突然降低 是什么原因 大家注意看到用力 加上只是千拉肌肉 那么激张力要增高 这是千张缓射 加上用力 继续用力 千拉 激张力突然下降 那是什么 那是缓 千张缓射 缓千张缓射 是哪个 感受器兴奋的 健器官兴奋 所以答案为一 他的原因就是因为 用力千拉肌肉之后 健器官兴奋 竹子的肌肉就有目标拉长 移植的这个千张反射 所以要的 健器官兴奋 大家注意 不要打什么 急缩兴奋 急缩兴奋 是引起千张反射 健器官兴奋 是引起缓千张反射 两者两者不一样 大家不要跟他搞粉了 好了我们再看看脑干对于急紧张的调节 我们刚才讲了急紧张 是维持知识的 最重要的基础的千张反射 那么 究竟脑干对他有没有调节呢 肯定有调节了 哎你人站站站站的稳不稳 站多长时间 当然 尚未深居也要在那调节 那么脑干 就要对急紧张进行调节 当然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一字区 脑干网传结构的一字区 一个是一化区 什么意思 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 拿电磁器吃自己这个脑干的网传结构 不同的区域 就会观察到脑干网传结构中间 有一些是一字 急紧张的区 我们叫做一字区 有一些是加强急紧张的区 一化区 一字区就一字的急紧张 不让你急紧张 一化区就吃的急紧张更厉害 这就是一化区 所以 那么这些区出现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一化区 一个是 一字区 一个是一化区 所以在这脑干网传结构中间 能够加强我们刚才说的急紧张 也现在反式的 那么常常叫做一字区 一字区一般比较小 位于 眼水网传结构的 负内侧部分 那么一化区看看来相反 比较大 为眼水网传结构的背外侧部分 所以一个是负内侧 一个是背外侧 好了大家注意 由于这个比较大 一化区比较大 而一字区比较小 大家想一想 在我们人来说哪个占个主要 肯定是一化区了一化区比较大 当然你占主要部分 所以 我们人来就有一种特性 他总是这个急紧张 实力加强的这个一化区占有 优势 为什么呢 除了在眼水网传结构有老背财部分之外 在老乡背盖 中央 肺子 背肝 一下下来 邱老的中线和 群都 这些地方都可见到一化区 好了 有很多同学就说了 何老师这些东西我要外费 你看着办 还你职业一日助理一日没考的这么难从来没有考过 研究生考过 研究生就在2018年 专门还有一个 考过了 他说也能够 加强急紧张的一化区 他的中枢核在什么地方 哎呀教你背着的东西 变不变态 变态吧 所以今年也可以考你嘛 下来哪一个不属于 脑关王庄结构的 一化区的结构 哎搞四个四 这四个超的 还一个是吗 哎 王庄结构的福内才不会 哎呀你打 你会不会打呢 所以像这些东西 他要给你考导 老师要给你考导 你这个菜量 那很简单是不是 这看这个老师心情怎么样 老师心情比较好 哎他处几个什么很简单的词题 你都会打 老师心情不好呢 那那你就不会打 不过现在目前为止啊 整个脑干得极紧张的条件 只考过一个词题 不常考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不要吓得那么厉害啊 好了 大家看看去大老区 江子 哎唯一现在考的一个词题 就去大老区江子 这个题目在这个节里面 好了大家看看临床一一 我们刚才讲了啊 那这个脑干网状结构中间有些异化区能够加强 激紧张 也有些异能够减轻 激紧张叫做异质区 那么 在什么词验来给他证明呢 那么在词验过程中就 去大了江子 来进行解释 来进行证明 好我们在词验中 把词验动物 比如说这个猫 在中脑的上下修区之间把它切蛋 那么你想想下位的跟上位的这些声音的冲动传到传到什么呀 就不能联系了 所以把脑干切蛋 那么动物就会出现 去大了江子的这个表现 哎怎么去大了江子 你看看这个猫 这个猫就这样了 你看看 假如把它那个中脑 上下修区之间切蛋 切蛋了之后 你看看 把大脑皮身的这个运动区 跟下面的脑带 网络结构的这个椅子去 中间就 没有断了 我们跟大家说过 平时的时候我们人类 是什么占优势啊 哎 照着一花去 是一花去占优势 你跟他切 切了之后没有大脑皮 皮身在调节他 那么他就出现了 自由的这种 自由的啊 自由的这种特性 那么一花去占优势的这些活动 就显示出来了 一花去占优势显出后呢 一花去干什么呢 是加强 鸡紧张的 所以你这个动物就是什么 鸡紧张的比正常的动物要 厉害 那么一鸡紧张 大家看看 表现什么鸡啊 神鸡 哎 神鸡的鸡紧张要抗鸡 大家看动物就是抗中鸡 神鸡的抗鸡 表现为 狮子生子 坚挺如柱 头尾向脊 脊柱性子 这个现象我们叫他 去大脑枪子 所以这些动物啊 动物哪里可以做事业 那么做事业要复制这种模型 在哪个地方切单的 唯一考的现在就这个题目 在中鸡的上下就直接切单 唯一考的这个题目 所以这就是什么很少考 所以大家什么 很难理解 大家什么 了解一下就行 好了在人类 我不可能哪里做事业 人类我把你中脑打开 打开来这个上下就切单 人类不会 那么就是观察 出现某个疾病的时候出现 有没有动物这样的症状 有两个疾病 一个疾病 第安上的囊中 第二个疾病 中脑疾化 当人有中脑疾化的时候 大家注意 那么就跟动物的这个 去大脑枪子 一个样 大家看看右边的这个 这个就是去大脑枪子 跟动物是不是很相像啊 他就会出现 头后仰 双下子都强子 上臂内旋 手指弯曲 这在我的外科学脑外的时候跟他讲过是不是 去大脑枪子 脑干损伤之后 典型表现 头后仰 双下子 双下子都弦子 那么 上臂内旋 手指弯曲 就像这个样子 这就是去大脑枪子 所以在人类观察到中脑里面 中脑我们刚才说了 要复制 制造这个 去大脑枪子 这个动物模型 是什么 在中脑里 上下球之间给他切担 不 在人类里不可能切担 那么就害病 当中脑积换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出现去大脑枪子 就跟动物是一样 人是高等动物 所以这就去大脑枪子 上下子都枪子 还有一种是去皮层枪子 你们要在观察到 在临床上观察到 有些人 点哀上 长囊中的时候 那么就引起了皮子 或皮子下的这些 联系 全部断掉了 断掉了之后就表现了 明显的 撒枝枪子 上枝半曲曲 大家看看 123 这三个 123 这三个头 都是去皮层枪子的脱枪 只不过是不同的动作 当你的人 大家注意仰卧的时候 这就表现了 第一个 这个脱枪 这个小孩 你看看 头不知是正常的 只有上枝曲 假如这个 这个小孩子撞动头部 第二个头 第三个头 你看看 这就是去皮层枪子这个意思 假如头向右侧转 就这个头 你看右侧转 那么这个上枝 左侧的上枝曲曲 缓指这个头假如偏向 左侧 那么 右侧的上枝曲曲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他说的 去皮层枪子 去皮层枪 你看看 假如是 仰卧 那么头不知是正常 两次的上枝 都会曲曲 假如头不转动呢 向左转 右侧上枝曲曲 向右转 右侧上枝 向右转 左侧上枝曲曲 两个都相反的 去大脑枪子呢 上下枝都枪曲 所以这就他的特点 这个特点 不过这些是目前为止 无论业业中考试 你们考试都没考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唯一的出的题目 就在2001年 在这一节出的题目 是什么 在中南的上下枝之间 把动物的脑干切断 那么动物会出现什么 那么动物会出现什么 去大脑枪子吗 这就去大脑枪子 模型就这么做的 所以 答应啊 答应 大家注意啊 不要求大家掌握脊髓修课 所以大家不要把那个脊髓修课 在复习的时候 花了很多时间 让我时间 搞了搞去的 好了 第三个知识点 希望大家掌握的是 基地神经节的运动功能 那么基地神经节运动功能 那么首先 在理解之前大家必须知道 什么是基地神经节 是不是 基地神经节是个什么东西 怎么组成的 基地神经节主要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文章体 好了大家解读了哪个是基地神经节 大家看看在什么地方 大是地方在哪儿 大家看看这个图 这是个亮的地方啊 这就是基地神经节的地方 基地神经节就是他这个地方 那么假如拿出来把它放大 尤其是呢 右边这个图 大家看看这 右边这个图 这个地方 这个蓝叶是表示的 这就是基地神经节 所谓这些神经节 神经节就是个神经合团 这个比较密集而已 大家注意 好了这个基地神经节 看这个蓝蓝的地方 大家注意了基地神经节 就以什么地方走成呢 第一个是文章体 文章体有分三个部分 为和 翘和 苍白丘 加上中老的中老和子 加上秋老的秋老体和 所以这几个共同组成基地和 文章体中老和子 以及秋老体和 共同组成基地 那么这个文章体 为和和翘和 那么是新文章体 因为他怀孕的 你现在比较近 还有个是非常古老的 苍白丘 大家注意了 这是线维联系中心 好了就这 就这三个东西组成的 这是基地盒 基地结 基地结你们还没考过 这个研究生考过一次 这个组成 那么大家主要是考虑基地结的功能 基地结什么功能 基地结大家注意注意 参与水域运动的设计 编程 但是 不参与水域运动的执行 小了 既参与 运动的设计 也参与运动的执行 什么意思 你说我要这是个吃东西 我拿个筷子 大家注意拿个筷子 把这个什么 菜给夹起来 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 我首先 找到筷子 筷子之后 用筷子打开 把这个菜夹起来 我假日要设计这个动作 我一定要 把这个 把用筷子把这个 一块肉夹起来 我要设计这个动作 那么有基地结的参与 也有小了的参与 并且基地结 起死的时候 随于运动 我要夹这个筷子 起死不会 他都在 但是 一旦我伸出去这个筷子 要夹住这个肉的时候 怎么样 我的基地结就不参与了 不参与 执行这个随于运动的这个过程 那个什么 小了来给予一些 我小了的神经细胞 哎来给你进行调控调 之后 让你准确地夹到 家里少好小了有病面的时候 怎么样 你随于运动 就是说还能挣产 我越夹越低那个肉越近的时候 越夹 增产的厉害 这叫一线性增产 所以这些小了的病面 我们下一节 要跟他讲的 所以小了 既参与运动的设计 也穿运动的执行 执行的过程中 我夹这个肉的过程中 我要调节 精准 但是基地结 就跟小了的差别就差在这 小了只参与设计 就这个运动我要设计 我要开始了 哎有他参与 但是一旦 这个运动开始了 要执行这个过程 就是小了的调节 那么基地结就不调节 这其他的过程 好第2个基地结的功能就是 参与随于运动的产生 或问题 基地的调节 本地感受的这些处理 那么都有基地的参与 其他的跟小了也是一样 小了也可以调节基地 也可以维持支持 也可以维维协调随于运动 这就是小了跟基地结 由于他的功能很接近 所以他经常考虑 你经常本 那我就要考虑 你不是经常本下吗 越本下我越要考虑是不是 所以大家要注意再注意 像这些东西大家要注意了 好了我们再继续看 与基地有关的这些疾病 与基地有关的疾病 大家理解之前必须知道啊 这个基地的组成过程中 有中脑的黑子 有蚊状体 是不是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纤维联系 这些纤维联系呢 要搞清楚了 大家看着这个 看着这两个东西啊 一个是中脑的黑子 一个是蚊状体 这都是基地神经节 大家看看啊 在蚊状体和黑子之间有很多很多的纤维联系 它不是孤立的 在黑子往蚊状体这边去 大家看看什么东西联系 多巴暗论系统 你看看从黑子到蚊状体有多巴暗论系统 那么在蚊状体到黑子呢 有伽玛暗基地上的系统 就这一个的伽玛暗基地上的系统 是不是 在蚊状体的内部有它自己的系统 叫做一线单件的系统 这三个系统 大家注意这个方向 也要搞清楚 这个联系也要搞清楚 所以它就经常考虑 你看这黑子 通过多巴暗论系统跟着用蚊状体 着用蚊状体是什么东西 那么着用蚊状体的一线单件的系统 所以多巴暗论系统的着用产生多巴暗论 它主要作用就是移植 一线单件的地质是功能 所以 这就是它的最主要功能 我只说平衡 我的黑子 产生的多巴暗 那么着用你的蚊状体的一线单件 移植你的这个功能 当某种并别 你比如说 某种并别 第一时候 这个黑子数损了 多巴暗论系统受损了 多巴暗论系统受损了 多巴暗论产生减少了 还能不能这一线单件 来控制啊 就不能控制了 所以一线单件的功能就会抗击 那么这个是个 就是我们说出的帕奇森病 所以帕奇森病的产生就是这样 所以它的病变更远 在黑子 黑子 导致多巴暗论系统受损 多巴暗论减少 是这一线单件功能相当抗击 那么这就是 帕奇森病 好了大家注意了 缓过来了 这个充分账体 到多 黑子 有干嘛一定上的系统 干嘛一定上的系统 是一个是吧 是一个移植性神经系统 所以这三个系统 大家注意 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你一定要给它搞清楚 印在你脑海中 这个图 是我给大家画下来的 大家一定要掌握的 这个图 所以这张节 每年考试 去考你这个 图形的内容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帕奇森病 和五道病的 解密诊断 我们刚才说到帕奇森病 什么意思 帕奇森病就是黑子的病病 当黑子生病的时候 那么多巴暗论系统受损 产生多巴暗 降低 所以脑内的多巴暗降低 脑内多巴暗的作用主要是移植 一线单件的作用 而一线单件的这时候什么呀 由于你多巴暗少了 我一线单件功能加抗击 一线单件就大量的体内对积 就跟我们那个有金钟头一样 大量的现代的 会产生这么的症状 营养症状 二线受体不停的兴奋嘛 所以这个二线受体不兴奋 那么肌肉就拼命的收缩 所以这种病人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 N二线受体持续不再兴奋 导致他的 肌上一阵高 肌肉强滞 随移动减少 他都是真难的 到最后都是真难的 你看 一体整天这个肌肉都会想收缩 但是 一个叠加一个兴奋 他都不能收缩了 不能放松了 所以他就在这正难 所以肌脏力就高 肌肉去强制 由于你的肌肉都这样强制 两人走路不能走路 所以他随意运动减少 动作其实要走路 除了个拐杖 很迟缓很迟缓 半天落不动一步 所以你看到潘基森中的人 常常推着一个什么 除了个拐杖 或者是推着那个 步行车 但 横过马路 那个汽车制裁员到了 停10分钟左右 他过不了马路啊 他的动作吃饭了 所以很多 不怕 这个碰瓷的病人 那个市民 就会什么 去了 胡那个老大爷 老大妈 把他胡过马路 很多这种排气生病 所以这个怀疑力很高 好了面部 大家注意了 没有这种表情 所以面部表情待晚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线单元 相对过多 导致的 n样 症状 大家理解这个n样症状 那么这个 肌肉脊脏力增高 肌肉强制 水油力减少 动作吃饭 面部表情难管 都属于一个 叫做n样 症状 二线单元受体 兴奋 大家注意还有个 静止进展战 什么意思 我停下来 大家开始整战 静止进展战 大家注意静止进展战 不是 n二型受体兴奋所致 大家注意 与什么东西有关 你们书上说了 只说一句话 叫什么 与 修老外侧 符合的功能 以上有关 就与什么关系 接着目前为止 还没搞清楚 所以 静止进展战 花瓶机制 不是说 N二型受体的 兴奋性增高 而是跟 修老符合的功能 省伤有关系 所以你治疗 帕基生病的特效药 多巴胺 治疗它的对筋 治疗药 安坦了 中共难解 都不能解除 这个静止进展战 所以这个体育 考了很多次吗 为什么 神经病学考你 这人也考你 当然考的事实有很多了 是不是 神经病学也要找你 帕基生病的 所以他就经常在考你 左学人不能改善 帕基生病的患者 下的哪项症状 你打什么 打静止性增产 这个研究生也考过 研究生说 帕基生病的 静止性增产 是原因跟哪个东西有关 跟哪个东西有关 跟修老外侧 符合的功能 一套有关 他也可以这样打 答案A 核子受审 单B 文章界受审 单C 多巴人系统 单D 一线南京的系统 干嘛离山系统 求老乎外这科系统 受审 那你打什么 求老乎外这科系统 好 这下来的 基本点 好了我们来看资料 资料没什么说的了 还有什么 首先的药物就是多巴 他用的是左旋多巴 这多巴人的前提物质 所以不直接用多巴 因为直接用多巴的时候 不能进入 中式生育系统的虚老屏障 不能通过 所以就用那些前提物质 左旋多巴 经济了代谢之后形成多巴 那么转换成多巴 这个转换力进入脑神经系统的 大家学个 这个神经病学的 这些百分之一 所以这个转换率是很低的 所以他的效果不好就这样 这个就是左旋多巴 好了大家注意啊 这个左旋多巴就是纠正你这个什么黑子病面引起的 多巴结草 制本 所以他的效果是最好的 因此他成为他的手血药物 帕基斯病的手血药物 就是50以上的帕基斯病不是年轻患者 那么都要手血 这个 左旋多巴 好了一些年轻人 那么你不可能用这个药 怎么样啊 那就用对症资料 对症资料刚才我们说了 怎么样啊 帕基斯病这些症状的出现 肌肉症状的出现 都是什么 都是 单见的受体 受足的 那么就用来抗胆基斯病的药物 你比如说东南南接 这种 抗胆基斯病的药物 改善他的症状 这就是他的最主要的特性 好了我们再来看个五道病 五道病大家注意了就跟刚才我们讲的帕基斯病 刚刚相反 你帕基斯病那么病在哪个地方 黑子 那么我五道病呢在温床体 所以 那么水上的系统大家看看 既有他指示的一线男性的系统 也有干嘛一粒三的系统 主要是一线男性的系统 他自己 那么多半的系统 他是正常的 所以一般没有多半的降低 好了 由于多半是正常的 那么是一线男性受损 文状的受损所知 所以这种病人的一线男性 就要少 哎呀他的一线男性系统 少了一线男性少了 一线男性少了 刚才我们 帕基斯病是一线男性多了 所以他的症状是不是跟他的临床症跟他相反了 刚才帕基斯病是一线男性多了 激状利益增高 你这时候呢 一线男性少了 激状利益降低 刚才是水运动也少 那么这个水运动增多 刚才是禁止性征战 要不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吴大元动作哎呀天天手舞周到的 他的刚刚叫做所谓基约会这样 所以叫做吴大元 吴大元要是亨廷正病 都是他 所以 这两个两个就是刚刚相反的 所以他收成的症状一定要给他区分开了 那么我们大家注意了 他的资料 治疗的受血药物是 历史评 历史评的作业是干什么 历史评他这个中枢是你系统的 耗尽其 耗尽你的中枢的多巴胺 你刚才不是说这个文 文状体的以前男性少了吗 多巴胺就相对的多了 我就用这药把这个多巴胺给耗尽了 那么你两者这样平衡 不就OK了吗 所以五岛病的受血药物 是历史评 耗尽多巴胺 那么帕基斯评的 最主要的受血药 是左旋多巴 两个两个不一样的 大家不要搞分一下 这就是我们跟他说 与基地和有关的这两种疾病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16点这个视题大家再继续看 帕基斯评的化病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什么东西 刚才我知道 黑子的病变 黑子文章体系统的 通脑受的 黑子产生多巴胺 减少了 这样才是帕基斯评病 所以正确答案为 1 文章体受审 刚才我们说了 那就是五岛病 所以假如五岛病 第华病主要机制是什么 你就打B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李三连这个时期 它是用左线多巴或 M手提组织剂治疗 增长麻痹 说增长麻痹 就是帕基斯评病 不能环节的症状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了 静止性生产能不能环节 静止性的华病机制 与 你这个胰腺的对筋 没有什么关系 它是求了外车符合的功能异常有关系 所以你能够改善ABCD 这些一线的堆积症状 来缓解它的症状 但是 不能够缓解 静止性生产 所以 那么正确答案为大1 这个题 你们也考过 研究生也考过 所以这个题是个重点的事情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新年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比较简单 他的帕基斯症病的患者 可出现的症状是什么 帕基斯症病患者 你知道怎么找吗 静止性的症状吗 静止性的症状吗 静止症状与求了外车符合的功能异常有关系 所以正确答案为C 大家注意其他的呢 运动用功力词条 小脑身上引起的 异常性的症状 小脑身上引起的 所以AD都是小脑身上的症状 比骨骼肌脏力降低 我们刚才说了 帕基斯症病 骨骼肌脏力是正高 骨骼肌脏力降低的 应该是什么 五岛病 皮肤感觉痴顿 跟皮肤感觉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运动医症状性疾病 所以皮肤感觉是正常的 所以也不大意义 因此正确答案是C 所以你把这几个题目打一下 都要搞定 这样大家复习的时候 就会有的方式 大家结果有什么 很细的东西都搞定了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小脑的功能 小脑的主要功能主要三个方面 一个调节激张力 第二个维持支持 第三个调节随意运动 小脑大家注意根据他的不同的结构和功能 把它混为三个功能性的小脑 哪三个 一个是前天小脑 前天小脑主要是容秀小结业 那么两次容秀小业 叫做什么 叫做前天小脑 第二个中间的 大家注意这是什么 隐部 小脑的隐部 那么就是积水小了 那么外车的两个半球的这个大的部分 那么两个外车 外车 两个半球的外车 那么叫做皮层小了 所以中国报这个三个方面啊 前天小脑 积水小脑 皮层小了 请大家把这个组成 记住 前天小脑是容秀小结 组成的 那么积水小脑是中间的隐部组成的 那么皮层小脑是两次的外车部组成的 为什么 因为在考试过程中间 他又是个以前天小脑出现 又是个不以前天小脑出现 他搞个什么 容秀小结受死 是什么 你这被那个前天小脑 完了 你就不知道容秀小结是什么 是不是受死 什么意思 哪个下落受成都不知道 所以你是被动的 一定要给这个 组成 你相当的别称一样 一定要记住 加上这个容秀小结 他组成的是前天小脑 顾米思义 为什么加前天呢 因为他的控制 是趋力的平衡和眼前天的运动 你看看前天功能就是起这个作用嘛是不是 趋力运动平衡 眼前运动 所以他给你前天器官很相像 因此把他叫做前天下了 当他受到人的时候 你趋力还不能平衡 不能平衡 不能平衡 就站立不稳 不积宽 盘三 容易跌倒 不能平衡嘛 不能平衡肯定要跌倒了 走路就像小孩子一样 所以不太不稳 盘三 随于运动能够协调 为什么随于运动协调 因为随于运动是脊髓下落控制的 脊髓下落没收的 当然你随着随于运动能够协调 只不过是 只是站立不稳 具体平衡 不能运动进行 所以站立不容易跌倒 那么这种病人往往也未自行 眼球诊探 为什么你不能站着站着假日 不能站稳 一直站稳留在那个地方 那么他眼气也会动来动去 那么就未自行 眼球诊探 好了 小脑 急水小脑 那是隐步 中间的这叫隐步 那这就是小脑的隐步 那么整成急水小脑 急水小脑干什么 主要调节随于运动 所以他们随于运动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拿个筷子夹这个肉 夹一块肉 那么在夹的过程中 这就是我这个随于运动 我一定要夹的精准 夹肉我以急水小脑有运动 我能够精准的夹这个肉吗 不能 所以我越到 那个接近那个肉 我就越细心的调节 急水小脑的接近 我就越不能夹到 所以有些人就看到 越去夹肉 那个手就越抖得厉害 越抖得厉害 最后还是没办法给他夹了 所以这叫一项性能战 你越想干什么东西你越整餐越干不了 这就叫做 水运动不能控制 倒置的 一项性整餐 即使你最终把那个肉夹起来 夹肉的这个过程 非常笨拙 就跟那个小孩子夹肉一样 小孩子 几个月 刚刚学会拿筷子 你比如说 四个月 到了什么一岁半 这就咋就是说 冰冻 做变得非常笨重 那么一项性整餐 这时候还可能有小脑工艺失调 所以我是小脑工艺失调 不是小脑手持人的症状 是其实小脑手持人的症状 所以有一项性整餐 刚才我们是金子姓整餐 大家一定要不要跟那个一字相对 卫子姓整餐混淆了 金子姓整餐就是没有什么动作 在哪里都已经成了整整整 那就是 哎 怕些生命 卫子姓那只要站着站到不动 哎 他有延期整餐 叫卫子姓延期整餐 前天小了 因为他的气息就不能平衡 脊髓小了 是跟水域运动的协调有关系 所以他叫一项性整餐 也要小脑性攻击事调 批诊下了大家注意很常考 截止目前为止里面和研究生都没有考到过 为什么呢 批诊下了 那么主要参与水域运动设计和编程 他不在中间出现 所以水上之后大家注意啊 一般没有症状 偶尔有的人会出现运动次缓 或者已经行出的快速而熟练的动作 确实 也就是原来训练的很好的 洗的这些条件还是没有了 所以 这种症状一般没有症状嘛 所以他就很少考虑 所以他重点掌握前天小了 或脊髓小了的功能 或是伤口的症状 这是考了无数次 都这样考虑啊 希望大家注意 再注意 好了大家看看这个一个题目 小了的荣丘小业受审 表现是 你假如不知道荣丘小业就是前天小了 你也没办法做打呀是不是 所以我要给这个别称记住吧 哎荣丘小业就是前天小了 他主要是跟身体的平衡有关系 到荣丘小业受审 那么前天空的受审一样的 是你就不能平衡平衡障碍 所以答案为第 所以你只要是他的前天小了 你知道 那马上这个答案出来了是不是 所以这种题目 那么大家就什么 很简单的题目 大家假如背不住这个前天小业 荣丘小业 是前天小了也没办法做打 下面我们来学习大脑皮层的运动调节功能 也就大脑皮层的运动是怎么进行调节的 怎么这是大家什么 呃原来没设计到知识点 为什么这是今年大康新加进去知识点 第一个大家了解大脑皮层运动区 大脑皮层运动区我在前面已经跟他说了啊 中央前肺是运动中央后肺是感觉是不是 所以他的运动区包括主要的运动区就是包括中央前肺 中央前肺的什么市区 和运动前肺的六区 所以前面的这个是最主要中央前肺是最主要这个后面的这个六区是吃咬的 好了出来这个主要的运动区之外 那么还有运动辅助运动区 这男人在大脑半球的内侧面 扣带肺以上的地方 市区以前的区域 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个主要的运动区中央前肺 是运动中央后肺是感觉 这种 像 这个口诀一样的形式 记得 假如他考虑很可能考虑的简单的东西 因为职业医师助理医师嘛 他不会考到什么很难 所以他会考你什么 比较简单的东西 好了第2个就是运动 传逐通动 运动传逐通动啊 这在神经类科学讲的比较多 那么在生的医学一代而过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整个运动传逐通动 那么包括两种 一种是脊髓 脾子脊髓处 一种是脊髓处 脊髓处 所以顾必思议脾子哪大脑脾子 脊髓 就大脑脾子传到什么脊髓的 就大脑脾子 滑车冲动之力 传到脊髓处的 脊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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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呢大脑传到脑干去的 下一边的脑干去的 那么叫做脾子脑干处 好了大家注意了脊髓处 脊髓处 包括前处 或撤处 大家看看这个脊髓处前处 是没有交叉的 脊髓处 撤处 是交叉有交叉的 所以大致 了解这样的东西就差不多了啊 我估计他不会考 脊髓处理也不会考的什么 很难很难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运动 传出通道假如省伤之后表现 运动传出通道省伤之后 那么肯定表现为瘫痪 上运动身体是瘫痪 主要表现为硬瘫 也就是精卵性瘫痪 下运动身体是瘫痪 那么主要表现软瘫 也就是柔氧性瘫痪 这两个啊 鉴别着表格 这里面是考过的是不是 无论是 神经病 神经病学 还是生理学 都是个重点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 首先看看硬瘫 硬瘫 上运动身体瘫痪 由于是上运动身体瘫痪 所以他常常表现为硬瘫 诶 常常瘫痪的范围 相当的广泛 那么随于由于上运动身体瘫痪 那么随于运动就丧失了 这种病人由于是硬瘫 所以他的激状力比较大 由于是精卵瘫痪 所以他常常表现为精卵 渐缓是 这就是抗尽的上运动身体瘫痪 渐缓是消失的巴秉丝 由于上运动身体瘫痪 所以是巴秉丝阳性 基位说由于上运动身体瘫痪 肌肉强度硬度比较大 所以他的萎缩不明显 常常 产生的原因是由知识调节系统的损伤 还过来假设是下运动的原因使你引起的软瘫 由于是下运动的原因的损伤 所以他的表现麻痹换位一样常常比较局限 随于运动虽然有伤势 但是 由于是下运动的这件事的瘫痪是软瘫 所以他的肌紧张减退 渐缓是减退 前缓是减弱 由于他这下运动员的瘫痪 所以他的高位神经元的病理症 把病理症引起 由于他这下运动员的瘫痪 所以肌肉就没运动 肌肉没运动长期不能运动 那么他就萎缩了 所以萎缩比较明显 一般来说 他 出现在脊髓和脑运动员的瘫痪 这种下运动的瘫痪造成 所以这就是运动传出瘫痪的 表现形式啊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16年 考的这个神经病学的试题 提示上运动员神经省伤最有意义的体征是什么 胆A肌肉 我不萎缩 大家不注意啊 上运动员神经上不是肌肉不萎缩 是萎缩的不明显 为什么长期瘫痪 假设肌肉不运动 用尽会退吗 所以肌肉不运动常常就有瘫痪 只不过瘫痪的不明显而已 好答案比 病理症阳性 八病症阳性这是最有意义的 所以正确答案为B 渐缓是减弱 浅缓是解消失 这不管是上运动神经省伤下运动神经省都有 所以不是它最有意义的体征 即使你正常 上运动神经省伤就硬弹 即使你不可能正常 即使你应该增高 所以不大意义 因此正确答案只能打比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八病事实证 八病人者的上运动神经省伤的什么 特有的体征 那么做的是怎么做 哪个免签呢 哪个顿物啊 有这个没有就是哪个什么 扣准锤的那个 饼呢都可以 圆着什么 竹子的外侧 大家看看 就这样啊 竹子的外侧 从前画了后 这圆着外侧的什么 画一圈 好了出现 拇指 大家注意这个拇指是脚拇指 不是手拇指 拇指 背曲 就这样的 杀着脚丫子 大白话的这些杀着脚丫子 拇指背曲其他四肢散开 就杀着脚丫子 这种体称叫做八病人阳性 八病人阳性主要是上运动神经省伤的 一个主要的病律生 那么常常提示什么 皮子积水素素 就是从大脑皮身到 穿着到积水 积水这个 穿到竹啊 受死 就上运动神经省伤常常表现了 好了这就大家知道吗 八病人阳的意义 这个八病人阳的意义啊 你们还没考到过 为什么这个生理学是第1年考进来 但是研究生考过 那么你们考八病人阳上运动神经省伤常常是什么 神经病学考你 那么今年这个病理学也考大家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 那么什么样的人 会有八病人阳性 八病人阳大家注意正常的时候 承认是阴性的 阴性的时候 是表现了什么 阴性的这个表现我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什么 连签 圆着你的竹子的外侧 画一下 他不是杀的脚丫子 他是什么 他是让我们表现我遮去 竹丫子是什么 哎 脚丫子是什么 奥进去 不是杀出来 所以表现我竹子遮去 那就叫 八病人阳阴性 假如脚丫子杀腿就跑着杀 杀开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八病人阳性 所以正常承认常常表现八病人阴性 那这个竹面签在竹子外侧一画 那么竹子 竹子 只 哲学 好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正常人的反应 好了 阴幼儿 是一个正常 正常阴幼儿 流于他的什么 皮层积水处 皮层积水处 就这个 身上 皮层积水处没有发生完全 没有怀疑完全 所以他这个省上差不多 也可以表现为 养性 成人的 深邃的时候 不受大脑皮层控制 哎 这个也有八病人阳性 所以 正常成人 清醒 八病人阴性 正常人睡着了 八病人阳性 小孩子 因为皮层积水的时候 怀疑不完全 哎 八病人阳性 养性 都可以出现 这都是在临床上可以出现的 好了大家看看 2015年考虑这个研究的尸体 拿来给他温习一下 检查八病人阳性 其实皮层积水 撤出身上的条件是什么 哎条件是什么 成人吗 清醒状态下 才会 才会有意义 是不是 所以答案为 哎 成人熟睡状态下 出现八病人阳性 很可能没有意义 就这个成人睡着了 成人麻烈状态下 也就是说睡着了 也不可能反应 成人在清醒 婴儿在清醒状态下 本身就会出现 有一大量 皮层积水就发现 华与不远前 本身就会出现 八病人阳性 所以这也 没有什么意义 这也要成人 清醒的时候 出现八病人阳性 那么绝对就是 皮层积水出 水上 所以正确答案 出来了 啊 应该答 哎 没有疯不信 所有识学习